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根哥 我今天透露一个 前往独家保存酒的方法 这是一个酒界的老前辈 前段时间在我这儿来 亲自告诉我的 这个方法效果特别好 这个方法适用于我们自己喝的酒 而且方便快捷 酒的成化效果好干净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样的酒放在家里面 放三年放五年 它成化也不错 但是用我们这个方法 放一年要比正常存放 两年效果还好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谭中瓶 不知道北方有没有 就是泡菜瓣子也好 还是我们平时装酒的大瓣子也好 我们把这个瓣子 300斤或者是200斤或者100斤 根据你的用量 有条件的放在我们的院子里面 或者放在我们的竹林里面 或者放在我们的家里面 放在地下买个一半 在地下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把我们瓶装的酒 一瓶一瓶的酒 把它放到里面去 一瓶一瓶把它放到里面去 放好了之后 再把瓣口封一下 只要不进水就可以了 这个要求不是很高 这就叫谭中瓶 陶瓣它有透气的效果 也就是透气闭光 而且常年恒温 它这个效果放下来 放一年 当我们正常存放 两年以上 它最大的优点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想喝两瓶了 我们把盖子打开 拿两瓶出来 又把它盖上 继续存放 明天想喝两瓶了 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再喝两瓶 我们还可以边喝边放 我们打个记号吧 这是第一批的 拿了一半了 我们就把第二批的写个标号 这是第二批 画个二放在旁边 一个弹子 循环的存放 有条件的 放院子里面 上面打一个棚 这下光 没条件的放家里面 金哥交给你们的 独家存放 弹中瓶 关注金哥 了解白酒 啊 咱们 跟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